说起游戏,这个被现代风被厌弃的领域 但早到人类远古时期就已产生 人类最早的游戏是只甩子 现代生活中,游戏按需求不同,发展成为不同的呈现形态 今天小贵和大家来聊聊时下火热的NFT游戏GameFi GameFi中文译为金融游戏化,简称列友 你也可以理解GameFi等于Define加NFT加游戏 Define是GameFi的内核 NFT是最中心化的必备手段 而游戏是GameFi的外盒 GameFi也不是今年才被提出的新概念 早在2009年无证互联网大会上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全球游戏发行平台 Next Marvel的首席战略官Marie Mark就提出了GameFi 其核心观点是将游戏数值资产的归属权回归给玩家 解决游戏厂商和玩家的互相问题 从模式上理解更为深刻 就是GameFi引入了编完编赚钱的模式 能赚钱是对外宣传的重点 这个赚钱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赚钱 说的是这种游戏模式 赋予了玩家赚钱这种模式 玩家可以将游戏中的道具 去加盟市场中的交易平台出售以换取真金白银 在7月7块钱游戏X-Infinity 近30日收入再创新高 直达3.34亿美元 超过了王者荣耀7月份2.3亿美元的收入 为了实施GameFi的不断跌旦 当游戏体验达到的手游体验效果 相信会迎来GameFi赛道的大爆发 成为下一个风口 GameFi这么火热 在哪里可以挑选项目呢 为此OE上线GameFi板块 包括前面提到的X-Infinity 还是前阵的大火的Zerity 在OEGameFi板块里都能直接参与 目前已有上版款游戏登陆OEGameFi板块了 我是小慧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记得点赞还没关注的朋友 记得微信视频要搜索 绿世界帮助我 我们下期再见